爱和恨会过去 情和愁也会过去 过去就会成为历史 平安就是福 平静就是乐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争斗换来的是烦恼 师父还说 谦让换来的是平安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修心灵法门几年了 修得很差 因为劣根性太重了 每天都说改毛病 但始终改不过来 自己也很难过 但我一直坚持着 这大概是我最大的优点了 今天看到师父说 坚持是恒心的基石 一个人能够坚持 就会拥有恒心 我很欣慰 感恩师父 我会一直坚持的 一路风雨兼程 披心待跃 定能走出一个脱胎换骨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刚下班就闻到淡淡的檀香味 心里特别感恩和踏实 学佛也快三年多了 不知道用什么词 来形容佛法的殊胜 我只知道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佛法帮助我走出困境 记得去年 也是一个台风天气 十几级的台风 都能把大树吹倒 我的车子完好无损 无形中 有种力量一直在保护着我 感恩菩萨 还有一次 爸爸住院 我在外地不能回家陪伴 当时就为爸爸许愿 念经放生 结果 爸爸没一个月就出院 感恩菩萨 佛法是教育 就是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和德能 以前的自己特别自私 眼里只有利益 佛法改变了我 让我知道舍才是德 生活的泪 一半源于攀比 一半因为欲望 现在学会放下 一切都是无常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过好当下每一天 用自己有限的生命 创造无限的价值 每天都能 发喜充满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为恩师放生后 遇到有缘人 度化他学佛念经 今天早上 为师父放生后 在公园里念经时 过来一个人 笑着和我打招呼 我看他面善 随地问他孩子多大 他说大学要毕业了 我就和他说 可以通过念经求菩萨 非常灵验 他感兴趣 我就和他介绍 自己学佛念经后的 灵验事例 他就同意 我就教他如何念经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有同修的朋友 知道同修有一位师父 但不知道是谁 跟同修分享了一个 有关师父的梦境 梦见 宇宙里有一颗很大 很亮的星星 在源源不断地 给旁边的小星星 输送光芒 这颗星 又像一本大书一样 一页一页翻过 不停地释放着能量 然而 这颗很亮的星 只不过是展现了 他很小的一部分能量 为了看起来 和大家一样 然后 那位朋友 就突然感到背后发热 很安心 很治愈 很少有过的感觉 做梦的朋友 不懂什么意思 然而同修 秒懂了 于是 就想哭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修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心理学家 他和别人打赌 他说 如果我给你一个鸟笼 并挂在房中 那么你就一定会 去买一只鸟 后来有人和心理学家打赌 心理学家就买了一只 一个非常漂亮的鸟笼 送给了他 让他将鸟笼 挂在自己的居室里面 家里的房间里 结果是 那个同意打赌的人 最后不得不买来一只鸟 装在了鸟笼里 原来 是为什么 因为凡是到他家来的人 进门之后 看见的空的鸟笼 总要问 你的鸟呢 你的鸟什么时候死了 每次都这么问 他每次都这么解释 还是问到 每一次这么样的问题 因此搞到他 心烦意乱 懒得再废口舌 干脆买了一只鸟 心理学家后来说 这个原理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总是先在自己头脑中 要有一个印象 就像挂上一个鸟笼一样 后来你就一定会在鸟笼里 装些什么东西 就有如一个人 对别人有看法 你就会不断的 在这个看法当中 慢慢的称恨他 慢慢的嫌弃他 去烦恼他 鸟笼也是这样 你在头脑当中 挂上这么一个鸟笼 就有如人 慢慢的有这么个概念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概念 就是要相当于 你在你的脑子里 这个鸟笼成为了 你的一个理想 其实每一个理想的实现 都是要在脑子里先有这个概念 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千里眼 没有顺风耳的设想 又怎么会有现在的电视机 和各种缤纷的通讯设备呢 如果人没有长命百岁的梦想 又怎么会不断的有新的抗军药问世呢 如果人类没有想飞天的想象 又怎么会制造出宇宙飞船呢 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事先在脑海里拥有了这个概念 这和挂在脑子里的鸟笼结果是一样的道理 在你头脑里挂上鸟笼 有些人会进步 有些人为了充实自我 拥有创意性的理念 他是必不可少的 而有些人对别人看不惯的概念 和你认为这个人永远改不过来了 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永远就是烦恼和吵架 那么你就会拥有痛苦的 这个约束和自己痛苦的烦恼 所以要懂得利用自己的大脑的概念 好好地去充实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你才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生机 同样学博人心中也是先要有佛 你才会照着佛的教导那去做 心中要先有慈悲 你才会不失处爱 心中先要有原谅别人的心 你才能做出理解众生的事情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 佛语 学佛人只有心中民心见性 你才会破无名 见本性 你才能将人间的红尘情爱 和如梦幻泡影般的名利得失 用你心中的佛性 一直照见到他的五蕴之外的真如本性 你这才是照见五蕴皆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